欢迎收听迷迷之音 我是大迷故事车环岛 我们沿路玩沿路吃沿路住 今天呢大迷带着米妈 入住在南投县吉吉镇的 一个叫宜珍的家的民宿 民宿是叫做宜珍的家 那大家应该猜得到 这里头应该有个主人 就叫做宜珍 这个主人呢是个小女孩 那我们现在跟我们一起说故事的人 她是小女孩宜珍的妈妈 叫做孟纯 陈孟纯 我们现在目前呢就在 很舒适别致的民宿里头 孟纯还帮我们准备了 疑似酒精饮料的黑麦汁 然后还有一盘好吃的巴勒 那其实不止这样子 每天都还有他们自己 果园里头生产的火龙果 白色红色都有 而且是友善耕作的火龙果 我们就直接请问这位农妇好了 就是孟纯小姐 请问你怎么有办法 把民宿经营的这么的别致 然后整齐那又舒适 可是你还要忙火龙果园的事情 都忙得过来吗 可以啊 可以 对那当然是哦 因为你已经这样过了几年了 回来这边快十年了 十年 对 所以 怡真一岁的时候我们帮回来 那现在怡真已经死一岁 那在怡真一岁的时候就 那时候就想要也顺便就开民宿了吗 怡真的家这个民宿 也不是当初回来就有一部分是因为 婆婆的身体状况不佳 那一部分是先生觉得小朋友 在乡下成长会比较快乐 对 所以当初才享受回来 那开民宿其实是很意外 只是说当初在看这个房子 觉得说哦 吉吉可以盖这么漂亮的房子 其实蛮意外的 然后当初看 后来是建商建议说 那其实你很好玩 多的房间可以做民宿啊 然后你还可以带小孩啊 又有另外一份收入 然后想想哎是啊还不错 可以认识其他的朋友 对所以才会开始进一针的家 是想要给小孩 接近比较舒适自然环境成长 所以回来积极 离开都市的那种宿博 可是然后就出现了 哎好啊那就经营民宿 那火龙果园是怎么了 后来又冒出来 火龙果园其实也不是都是 都不是在计划之中 因为刚刚搬回来的时候 先生还是一样工作 那我在家就是带小孩 然后经营民宿 对那是慢慢过了几年之后 他觉得既然已经回来乡下了 如果还是继续过着上班日 那跟台北有什么不一样 对所以那火龙果园 本来是公公经营的 对那以前都是惯兴农坊 那后来是先生那时候说 那你要不要剥一块地 让我试着种种看 因为从来也没有跟种过了他 对开始做农夫 他就是上班 然后兼着种火龙果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觉得说 他好像可以适应 他还蛮喜欢这样的 然后之前又是常常会腰霜 因为在办公室做久了 对后来才决定说 把工作辞掉 就是专门在这一个 全职务农这样子 可是他从一开始的 试耕作的时候 就选择用友善耕作是吗 没有刚开始也是跟着爸爸 就是爸爸说要喷药 那他就跟着喷药 可是喷药那种 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他喷一喷可能会中毒啊 可能不舒服啊 他明显都经历过是吗 对啊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不要 他要的不是这个 对 那也很意外 我们在报纸上有看到一个 在台中的一个农友 他就是走这个部分的 然后我们就寻求 然后去拜访他 对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然后开始慢慢才走这一条路 台中的那个农友 他也是火龙果种植的经验 对对对 所以火龙果的要做友善耕作他不能 他不能去参考水稻的友善耕作 应该是不一样的办法 好我这一路拜访下来 就是种植水稻的小农比较多啦 我认识也比较多是水稻的小农 所以今天带着米妈是走进了火龙果园 当然就比较不一样的经历 跟看到的景象很不一样 那你们既然是友善耕作的话 也因为你在跟我解说 我才知道原来火龙果 它下面的那个那些草 是因为友善农法不撒农药 所以草就很长 对啊 除非你就是自己人工割啦 让除草鸡啊 因为我们两个又是只有两个 所以没有很花很多时间去除草 就是走不过去的时候 好啦 让除草鸡来除一下吧 至少可以走得过去要柴果了嘛 对啊 不然人都走不过去了怎么办 可是那些 那些草有没有影响到你的修成 老一辈的都会说 你这样子肥下的都被草吃了 你看草斩的比火龙果还要好 可是我们先生是觉得没差啦 没差指的是 他是觉得说他们就是会平衡 生态会平衡 刚开始走这条路其实蛮辛苦 就会很多虫害 刚开始因为以前都喷嘛 现在突然你不喷了 所以虫害会很多 可是过了两三年现在目前发现 虫害变小了 以前可能有一半采收一半都不能卖 全部都要丢掉 还有肥料 不能卖的是指水果长得太丑 它都丑咬了啊 咬了 丑我觉得还可以卖 你只要咬了破洞了 还有破洞了啊 蚂蚁咬了啊 你就完全没办法卖啊 对 那不能卖是连自己想要吃或者是亲友吃都不能吃吗 可是那量是多到吃不完 真的 对 好辛苦哦 所以反倒熬过几年之后 现在 现在好多了 现在没有喷 我们这一块 今天看到的这一块 这完全已经好几年没有喷 然后有另外一块是我公公那边 在房子他们住家旁边也有一块 然后他们现在也没办法做 所以我们在经营 之前那一块我们还是会喷 因为公公会看到 就在他的田旁边 他会念 可是慢慢 今年开始我们都没喷 然后他就会说 那个怎样 我就说 爸你看啊 这次没有喷药 都完全没喷药 他比有喷药还要漂亮 对 他就会比较可以接受 他到底在乎的是什么 我说公公 在乎的是收成 他说你不喷都被咬了 就买不好价格了 对 可是他也有没有也听说过 友善耕做的是不是可以价格卖的比较好 还是说他实际上从你们身上看到都没差 你们那么辛苦 真的难怪他要阻止嘛 也不好卖 就是没有一个 没有差很多啦 没有差很多 那尤其今天逛你的火龙果园的时候你说 有时候真的果子长得不好看 你自己也不想 也不好意思卖 对啊 就是宅配 比如有像目前有客人 今天有出一些 我有跟客人说 他这个真的是因为太慢包了 所以有虫咬 他们目前都还可以接受 他就说没关系 反正我们要吃的是你们也不是吃皮 对 所以一般他说我们要的就是不喷药嘛 所以一般有的可以接受 对啊 可是如果你自己是卖到市场去 漂亮的有喷药的跟丑丑的 我觉得我们人还是会选择漂亮的 对本能一定都挑那个漂亮的 那连吃起来的那个甜度呢 其实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是吗 对差不多的 在集集这里一路上看到是蛮多火龙果种植的园区的哦 所以是这里的天气啊水啊什么的都特别适合吗 适合 哦 而且你们的量应该怎么说 田地的那个量越来越多 嗯对 是什么考量 嗯因为现在种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先生认为说那只能产量要多 就是可能之后火龙果数量越来越多 价格会崩盘 啊 对那价格崩盘至少你有量在 不然你数量没到那边 价格又不好 你的收成就会很差 哇 对因为现在种火龙果很多 嗯对 可是听起来只会觉得危机感更大 如果说担心的是崩盘的话 他不是一个网把量带回就是比较少的方向去啊 而是为了要整个 至少是量多嘛 比如说一斤可能剩二十块至少我量是多的啊 嗯对啊 那砸下去的人力成本那些就是 所以目前做就是我们两个可以做的能力范围不勤能的能力范围下去做 嗯对啊所以有的就会看到他没有受整理到很好对对对对对 反正我们就会可以做多少收多少这样子对 你本来也是个都市都市家庭主妇吗还是说也在都市上班 在都市上班 在都市上班 然后现在这些年来变成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农妇就是果园 那还带着两个很小的小朋友像宜珍一岁的时候你们回到吉吉 然后还现在有个小小男孩幼稚园对不对 对幼稚园对 中班 我觉得以一个嗯你也你也不是家里主妇你等于是职业妇女 但是就是同时兼顾着更新兼顾事业 果园的事业对不对 就很多副业 对很多不知道哪一个是主业 真的说真的你有没有很不适应农村生活的阶阶段过 有刚开始其实刚开始是不适应吉吉这里的生活的步调 就是之前在都市长大 我们家在淡水 对那在都市长大小朋友根本对这个完全没有体验过 对啊 这里步调太慢了对不对 太慢了而且没有街可以逛 礼拜二跟礼拜六有夜市 以前都期待二六而已 二六还是最近才有以前只有二 真的啊 一个礼拜每次一阵还小 每个礼拜要期待他 有夜市 所以我刚刚看到你端出黑麦汁啊 然后我们就假装他是酒精饮料 那种感觉像有没有一点点觉得 都会生活的话就比较能够有夜生活有没有 偶尔喝喝小酒啊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那种生活的切割嘛 像你是完全就是跟先生跟孩子那种24小时的作息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对啊 请问这位主妇 对啊 请问这位主妇你还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吗 没有 顶多现在我刻意把你抓下来在楼下我们这样这样聊天 对啊 勉强算是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你也还像是在工作 所以当初 当初要回来的时候所以还蛮 因为当初在公司有同事 对 然后有那样子不一样 工作伙伴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那回来家里就是每天都是跟他黏在一起 工作都在一起嘛 对啊 这样已经持续多久了 回到家里也在 回来应该有三年多了吧 从公司回来这 三年多 OK 然后就是百分之百的重农了 对对对 而且那个在果园的日子真的是辛苦的 今天像是出去的时候大太阳 我从一大早的时候 然后听到你要忙小孩上学 然后再来就说 你就说一大早也就要去果园了 要先采果 那我到后来带着米妈去那边看你的时候 你们已经满身大汗 你先生啊你婆婆已经满身大汗 然后接下来还要整个晚上 一直到晚上有要包装是不是 出货什么的 就是说要专项 因为我要分级 分级 对 你要分级大小要分 分完再专项 整理再专项 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的小孩子 又再继续忙他们的功课啊 吃饭啊洗澡 对啊 然后现在是九点多嘛 通常这个时间是你的 已经算是放松的时间了吗 嗯 对就我的时间 可是有时候还会有点家事要做嘛 啊 是 那反正你先生不在嘛 我是说他现在不在现场 我们可不可以说说看 身为一个主妇 然后跟着先生的理念 从事友善工作 火龙果园 然后自己家里头还有副业开民宿 那在都会生活久了 那现在整个生活切换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给自己的那个生活调适的秘诀是什么 你通常靠什么来 让自己很能够舒适的就是平衡自在的面对这样的生活 嗯 也不知道 就为了小孩啊 所以对啊 就是要慢慢去习惯他 真的啊 对 但以前没想过婚后会是要这样子的 这么紧凑的劳力的生活 没想到会变成是这样的生活 因为当初大家都是 哦就是他本来在台北也是一个主管 嗯 然后就是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嗯 对 然后就觉得还不错啊 有自己的房子啊 然后做休日有自己的时间啊 那现在虽然是 虽然是对啊 现在的时间是我们自己什么时候要休息都可以 可是就没有说那么明确说 我们什么时候是可以休息 对 等于是都没休息 可是会啦 就是说自己想累了想休息 像他都每天都一定要睡午觉 他是很快乐的农夫 然后就起来要泡个茶啊 哦 其实他步调 他自己的步调是很慢的 那这是他在这样农村生活里面 经营出自己的步调的 那有没有你自己也属于你的步调 嗯 可是我的个性就没办法 我就觉得很多事情要做 我啊 他在给自己的步调放松喝茶的时候 你还在旁边像小蜜蜂一样是不是 对啊 你不觉得女人不应该这样吗 要还是要替自己经营一下 没有办法 那他也不做我也不做 那些是谁做咧 没关系 都比比看啊 比看谁忍不住 结果都是你忍不住 我忍不住 可是这个在身体的体力上负荷 都还负荷得了 对 你本来就是这么瘦小吗 嗯本来就这样子 从年轻的时候 嗯 结婚前也一直都这么瘦小 差不多 你的淡水的父母亲看到现在的你 黑黑的 那么精壮的样子 他们没有默默的想要擦掉眼泪 哦真的吗 不会啊本来就黑黑的 并不是觉得你现在特别吃苦吗 没有 因为以前在娘家也都这样做 娘家以前是开餐饮店 就便当店做吃的 其实也都很辛苦 所以也都做习惯啊 所以就不觉得 嗯 所以你这个老公就是慧眼适贤妻嘛 是 而且还是我们在雪山认识的 雪山是很高的那个山 登山 对对对 两个人不同的登山对去 然后等一下那个地方那么冷 那么就是空气稀薄 是怎么样能够蹦出荷尔蒙啊 爱的火花 为什么 这可以聊吗 哈哈哈哈 在那个地方认识 哦对啊 然后 但是都是在北部的时候 还都还在北部生活的时候 对啊对啊 但是说真的回来乡下从农 然后完全的 当一个全职的农人 那个 在当时夫妻之间的沟通 有过一些辛苦的过程吗 嗯 刚开始他要把工作辞掉 说要专职做的 其实会蛮挣扎 因为这个收入 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稳定 也有点要靠天吃饭 嗯 对 那有时候天气如何 也会影响果实的成长 而且果实成长 每次的状况都是不一样 收成的状况也是不一样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生老二的时候 是他选择说要离开 当时的公司 离开回来当农夫 对啊 嗯 所以也是有点害怕 对啊 那也说好吧 那你就住 所以他有一部分就是当奶爸 嗯 他顾着我们家的老二 然后夏天 哎这个景象很温馨呢 很感人的 有时候就要去工作的时候 就带回去给我婆婆带一下 嗯 那天气热了就把儿子接回来跟她一起睡觉 哈哈哈哈 对啊 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还在公司上班 哦 哦 那时候那还是要有一份薪水吧 固定的薪水 因为民宿的收入也是不稳定的 客人有时候有人没有人有时候也没办法 然后公司下班后我要回来我要忙得很辛苦 后来就决定还是要需要两个一起共同努力才有办法 嗯 产量会比较多 嗯 但今天在果园的时候听到你提到你们的销售方式 你其实并没有特地经营跟包装你的品牌 像是我看你的名片哦 你叫做结果增田农园 结果这个结来自你老公的名字之一 然后增田来自你女儿的名字之一 对 对这个女人呢 就是心里头就全部就只有老公跟小孩 自己真的完全就无所谓了 然后这个农园 呃你说没有特别的去包装什么 但它就影响到的就是 你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有一个友善耕作的品牌 能够取到比较好的价钱 对不对 那甚至于你说比较长相比较丑的 不好看的时候 你就只能跟着一般市集去见卖了这样 对啊 那这样这样子的这个突破的方式有想过吗 嗯 没有耶 目前也还 但有觉得有必须要想要从行销方面 比如说跟一些友善的呃行销平台结合嘛 像直接跟农夫买啊呃相关的那种专门可以 比如说很多小农建立自己品牌 然后在FB上行销自己品牌 就是不只是给你信任的亲友知道可以随时follow你果园的进展 然后可以跟你下单一方面他们的朋友也互相连结了会看到你的物农的这个理念跟你的做的方式然后来支持你的农作物这样 嗯我有在FB上po就是采果的情况啊或者是施作的方法这样子po就是认识的人会看一下 那还是会有人定这样子 对就是慢慢的没有很积极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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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的标准规格之类的 所以靠自己的话 想要持续的话 就得要能够真的产量跟销售 要能够还是要有些成绩 才可以持续的做下去 但你目前你们 这是傻傻的做吗 是这么说吗 反正傻傻做 目前也都还撑得下去 对啊 你是不是 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 现在这时候问起你什么 其实你也觉得 可以啊 对啊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你白天的时候战斗力 这样子吗 太可爱 我今天 米妈这一趟 跟我就看到火龙果的时候 我们都很兴奋啦 那那个 我们平常也都很爱吃火龙果的 对 这个火龙果呢 节目我们聊到这边 最后呢 我交给米妈好了 米妈那个对于那个火龙果啊 吃火龙果的好处啊 你要不要帮那个孟淳 你们分享一下 然后他可以 他可以怎么 有时候啊 他也可以练习那个 怎么样去推销火龙果 因为我是没有啦 因为我 我也是龙湖过来的 从小 从小是种田 后来 19岁就开始往山里爬 然后呢 21岁就又往田里走 所以山田里我都做过 所以我没有种火龙果 我是山上香蕉 那时候我们是香蕉还有那个什么叫做素食啊 橘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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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餐的时候是都种柳子啊 种柳子啊 一部分有柳子啊 也是有柳子啊 是 后来又有种植树啊 那我们公公会手里製的 我是做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是比较不说 这些销售的 这些的经营到处到处了 现在说这红楼 这红楼 这红楼真好 红楼真好的水果 刚开始台湾了没进口的时候 这红楼是很贵的 红楼是很结理的一项水果 当初有红楼的时候 我所知道台湾有红楼的时候 买到红楼的 那是吃的气的人买红楼 买红楼的人 是在做一个好夕条的 做好夕条 要拜拜也好 是说买回来这个东西 等下要做什么样子 有红楼 这是一个好夕条的 这个食用水果 那种是这样 后来这个红楼 吃到现在来 这个红楼对我们 帮助消化很好 第一 我的感觉 会听到的 有就是说 我们红楼如果是白的 白的在吃的就是 我们的红楼的 营养分对我们不错 红楼的听说 对比较缺火 尤其是我们女生 女生来吃 有保火的功力 所以红楼 我聽到很多人要吃 我今天去紅樑圈看 我看你們兩人 我又跟你們大家 也有年會 紅樑顧得很漂亮 我們看紅樑圈 我看紅樑圈很漂亮 我不要看紅樑卡 紅樑卡是真主人 沒有洗抵抄 沒有放什麼藥和化學費 紅樑漂亮 真的有商品 都會去做正義 真的我自己講義 但是你們的辛苦 真的有一天 會帶你們一個夫婦的目標 謝謝 米媽剛剛說那些火龍果的好處 應該你多少知道 大概都知道 大概都知道 難得的是友善耕做的部分 草就讓它很長這樣子 對啊 這附近從事友善耕做的火農果 除了你們還多嗎 嗯 不多 真的啊 在巴扎那裡有一個 嗯哼 就是老師 退休老師 嗯哼 退休老師做 對也是一樣 不灑農藥 其他的幾乎都還是慣性農法 可是這樣聽起來應該是特別能夠有市場的啊 主要是因為你們太低調了是嗎 對 原來 太低調 那沒有行銷管道啦 那沒有行銷管道 那你出去市場 就大家都是一樣的嘛 嗯 對啊 就沒有特別的 嗯哼 不過我想 這個人力方面 或者是說 友善行銷 友善耕做 然後他的品牌行銷的管道 我們都很樂意 我們慢慢的 讓他讓越來越多人知道可以支持 就好像前幾天我跟米媽環島我們到了那個蜜藻居苗栗的公管鄉 一個石牆村 他從自己跟原本當地的只有一戶的有機種植紅棗 到現在擴散整個影響是層面是很大的 那甚至於那個村他可以說就是像一個有機紅棗村一樣 就是慢慢慢慢影響 所以大家的栽種方式都是一樣的嗎 對 對 有機或者友善耕做這樣 也一方面也讓土壤啊那些回復到比較好的狀態 那空氣也好啦 水質也好了 大概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覺得友善耕做一座 大概也不會停手了的原因 因為你就看到好的結果 你就不會想再改變了 只是說像你們結果增田農園 以你們所經營的這個果園來講的話 目前還是比較屬於單打獨鬥這樣子 那應該多說出來讓大家知道 對 那你還是先忙你要忙的事情很多 但我想我應該不會放棄就是幫就是多多找 然後多多推薦 因為這個很棒的像我老媽剛剛講的 這水果這麼好 尤其還是友善耕做呢 多麼值得支持啊 謝謝 那這個我們這樣子的來住民宿的客人 有沒有覺得很怪咖 就是竟然住一住啊 沒事還把麥克風拿下來 還要做訪問 不會 這樣什麼怪咖都 怪客人都遇過嗎 第一次 我想只是怪的不一樣 可能之前也遇過其他怪的 謝謝孟淳這個農村的生活 尤其在採收期那麼忙 然後已經九點十點了 還跟我們聊到這時候 我們等一下就乾杯囉 好 謝謝 謝謝孟淳謝謝 謝謝老媽 謝謝 謝謝 掰掰 謝謝 別忘了 謝謝 謝謝 下次再見